末了就说 就根据它的丰富 就是你要想成全人 它不是个架子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以前 这个帮助弟兄们为主说话 花很多时间 后来呢 就我体力来不及 因为我要陪着你们 比如一个人20分钟讲 你们讲20分钟 我每一个字都要听 那每个动作都要注意 是非常累 非常累 所以这个一堂展示下来以后 如果是晚上 晚上不太能睡 用脑子用太厉害 白天还可以 后来就不能做了 就是要亏欠你们 但是弟兄们也可以做一些 有个地方就学了 我学会注重那个东西 手抬高一点 动作大一点 所以他也就做训练了 他不会讲 那又有什么好啊 那又有什么不好啊 缺少灵感啊 缺少丰富 他会讲 手抬高一点 动作大一点 往前走两步 我听你后 出院说 我怎么出这么个学生 以为学的招数 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啊 没有人因为手高一点 就射成全 没有人因为动作大一点 射成全的 射成全 必须是在成全者的丰富里 我们的丰富不够 所以我们能成全 你的就这么多 但是在我们的丰富里 你有没有注意啊 各面 我们的进入 都是有深度的 我们不摸一个东西 摸完叫 比如说尝试 尝试我们是很有深度的 进入 学习过 能不能清楚 零 零我们是很有深度的 学习 进去 摸走过 你自己多丰富 你才能成全人 有多丰富 这个保罗就来说了 现在我 根据我的丰富 我来成全你们 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说 我的确是 熟悉 整本 圣经 说那个时候的圣经 就是九月 我的确熟悉 整本的圣经 保罗自己见证 他说 保罗说 我原始 犹太人 生在吉利加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这应该是耶路撒冷 长在耶路撒冷 我在加玛列的门下 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 受教 热心 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 接人一样 换句话说 我在圣经上 在一个最好的老师 下面受过教育 我在加玛列下面 受过教育 我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一样 这是基要 你如果想被主用 特别如果有一天 你愿意学习 帮助别人 成全别人 你愿意在你的 所在的地方教会 产生成全人 弟兄啊 我做了很多成全 我常常把这种 全时间找来成全 常常把负责的这种 找来成全 做很多成全 你们需要做同样的事 懂不懂 将来你神兴起 一些教会来 你把这些教会团在一起 你自己就可以做成全的机会 不要老等老弟兄来 老弟兄能去几个地方啊 阿门吧 你们自己啊 可以做许多 你们该做的 这个 但是呢 你们需要丰富 如果自己不丰富啊 东西出不来 对吧 保罗就说了 我是丰富的 不仅这样呢 我也看见异乡了 我就好好啊 进入了圣经了 不仅这样到第三点啊 我也可以见证啊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啊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用其是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呢 留恋学过的 你们现在 你们念了 就能晓得我深知 深知什么意思呢 这里是 是零物力 不是那个悟性 它是一个高的领悟力 是经过启示 加上启示 敏锐 称透的过程 路加福音院 什么时候是啊 来称赞 这个一孩童耶稣的智慧 那孩子不是 十二岁是不是这样 一边问一边答 他们就觉得 这个孩子从哪来 这样的智慧 就用这个字 换句话说 他把事情看透了 他看到事情 后面的事情 我别人懂不懂 我们人看事情 是看表面嘛 我们人看事情 是看一步嘛 智慧人 他看三步嘛 所以你这一步走下去 下面不是嘛 下面走下去 再下面不是嘛 但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不是看四头 看三步 他是深透 我看透了 我不是看这一步 我是看这一步 那个人会怎样 是怎样一般人 懂我这句话吗 你知道吗 谁愿意得着 这样的一些人 我告诉你啊 大概属灵上 你最难学的 就是和一个人在一起 然后你认识他了 然后你啊 看透他了 最难学一个属灵的东西 这个属灵的东西 你会背了 你会讲了 你熟悉了 然后你认识了 到认识以后 你看透他了 看透了 这个看透啊 就会叫你整个的人啊 受控制 看透谁呢 保罗见证 我丰富 为什么丰富呢 我对基督啊 的确是成透了 所以深知基督的奥秘 他说这个明锐的参透啊 的过程 路加分用这个字 寻言主耶稣 哥罗旭用来描述啊 神的旨意 换句话是 神的旨意不是你讲的 神是有旨意的 这个东西可以控制你的 保罗 他说我有丰富 什么丰富呢 我有启示 第二个呢 我真知道圣经 第三个呢 我看透了神圣的事物 然后他又说什么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圣经的经文啊 都归纳到基督那里去 所以他用 借着一些希伯来书啊 用新约的诗迹啊 把整本旧约的精华 翻译出来 你要读希伯来书 你就懂旧约 你要懂旧约 你一定要回读希伯来书 所以他从开头啊 神在古时 借着审贤 多知多方 对我们说话 这在末世 借着他儿子 对我们说话 然后他就说儿子 儿子是谁 就着礼着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借着他创造 朱世代 他是谁呢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神本体的真相 由他全能的命令 脱出万有 他做了什么呢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自大者的右边 之后这样呢 他承受的名 即比天使的名 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你看他里面 那个描述啊 How precise 多明确 一个字不可以加 一个字不可以减 完全把一个东西 Crystal clear 说出来 明亮的 透明的 把它说出来 所以他说到墨西了 他说到亚伦了 他说到账目了 他说到律法了 然后他就把整个的 就业中的得胜者 就这么 讲下来 我又何必去说呢 他们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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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哦 你若想要成全人 做一个好负责弟兄 不要忙着去管他们的闲事 你最怕就是教会中 夫妻不吵架 夫妻不吵架 叫长老干什么 长老要表现出 长老的重要性 就是在教会生活里 夫妻都吵架 那他就去扶持安慰嘛 很有智慧嘛 懂不懂 你最怕就是教会中 没难处 没难处 你家老干什么 我跟你讲 你最好多祷告 叫全教会 没有人吵架 全教会 没有难处 好叫你全心全意 叫你自己 丰富起来 你不丰富起来 你没有可能 去成全任何人 这个成全任 在丰富里 不仅这样呢 他是认识 神的话 神的话的可贵 换句话说 一个真正服事 神的人 他整个的服事 离不开神的话 他的行动 他所做的一切 他在治理 他在帮助 圣徒的过程中 他都不能离开神的话 莫良呢 他让基督的话 丰丰富富的住在他的里面 你要注意这句话 他用各样的智慧 让基督的话 丰丰富富的住在他里面 住这个字 不仅是约翰十五章 那个住 是更深的内住 懂不懂 他不是mano 他是什么呢 annoy kill 他是内住 我现在懂不懂 譬如说 我到你家去 你对我很好 让我一间房子住 对不对 但我不能做主人的 我住可以住在那 但是我不可以改变家居 我不可以改变什么 别人来我会讲 我说这是我住的那间房 但是 我没有内住在那个房子里 房子的主人 他是内住在房子里 这是物质的 生计上来说呢 譬如说 我今天看见 你们的孩子 我也不懂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是 孩子一个个都长得 那么英俊 那么美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 他那小孩 我就傻了 天下有这么长得 这么端正的孩子 我跟你讲 一个孩子真好看 是吧 所以你喜欢他 阿们不阿们 但是无论 我多喜欢这些孩子 他不是内住 他最多是住 懂我这句话吗 谁内住啊 我的孩子 内住在我的心里 我的孙子孙女 内住在我的心里 一个东西在里面呢 他从一个担子 也成为一个享受 是一个符合 这个符合叫你享受 叫你喜乐 也成为你一个担子 我要负这个责任的 话要这样的内住在你的里面 让基督的话 丰丰富的内住在你里面 来来来 弟兄啊 先来讲讲 你信主多久了 半年了 六个月 半年了 有没有一句话 内住在你里面 神的话 给我一句话 一句话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哇 不错哟 这句话还是了不起的话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然后这样呢 所以 神就是光住在你里面 是不是 有没有产生影响力呢 懂我什么叫产生影响力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所以这样呢 我就离开黑暗的死了 我就远离黑暗的死了 我就不愿意有黑暗 黑暗的死 黑暗的人 黑暗的物 笼罩在我的身上 我这个人呢 愿意完全吃入敞开 向左 在光中啊 向左的神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我们基督身上 光暗是共存的 但很奇怪 一面有光 一面有暗 可是啊 你越老练 光越强 蒙恩半年 说实话 能够这样坐在这儿 都是神的怜悯 这里有几个爱主都不久的 我很同情你们 我知道 能够这样坐在这儿 这么听这些信息 都要神的怜悯 都要神的怜悯 到末了呢 他寻到以前 他还是不爱神的话 我想这些你们都知道 应该很熟悉了 但一个基本东西 你要很清楚啊 神成全你是在话里来成全 你成全圣徒 也是在话里来成全的 什么时候 话在你里面活了 话在你里面有运作了 话在你里面成为负担了 立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也能帮助别人的人 成全人不能离开这些丰富 我们就听在这里啊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写祷告